尹熙悦说韩日中不仅韩国人听起来怪怪的 环球时报社评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7日 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 会见了韩国总统尹熙悦 这是中韩特别是韩国舆论都很关注的会晤 李强指出要不断做大合作蛋糕 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尹熙悦则表示 韩方愿同中方一道 进行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推动韩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两人会面本身和会谈内容都释放出比较积极的信号 也带来了新的契机 让中韩关系有可能进一步 从因韩国政府参与美国恶华战略 并在一些涉及中国重大国家利益问题上 不当言论所造成的波折中走出来 从中方的角度看 中韩之间的外交波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更是不必要的 不符合中韩两国利益 问题显然出在韩国政府身上 因为中国对韩政策保持了极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打的都是名牌 而韩国政府的视角与中方截然不同 并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偏执态度 这与外来的第三方因素形成主动呼应 对中韩关系及东北亚局势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出现这样的局面 客观上更加需要中韩加强高层沟通 尽可能化解或管控分歧 消除误解 避免对中韩既有合作造成损伤 中韩本没有不可化解的矛盾 现在的大多数问题都是人为制造的 这让人对中韩当前遭遇的外交波折感到遗憾 好在现在 中韩还都有改善关系 相向而行的意愿 两国的合作面既广大又坚实 一些地区问题和共同挑战 还促使着中韩进行协调与合作 如果这样的中韩关系都被韩方给搞砸了 那么首尔真的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10月6日在雅加达呼吁尽快实现韩日中首脑会谈 他强调 目前我们面临着地缘竞争 气候变化等复合型危机 韩日中三国作为东盟与韩日中合作机制发展的根基 应更为积极合作 这些话与中方经常表达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 但韩美注意到 尹熙将过去韩国惯用的韩中日表述顺序改了 改成韩日中 很多韩国人听起来怪怪的 有韩国网友讽刺说 正确的顺序应当是日韩中才对 尹熙政府显然狠花心思 表达对日本的亲善态度 不过首尔应该观察 顾及到这已经在韩国及周边 引起了一律担忧以及反对 韩国政府不惜放下历史尊严 去推动对日和解 一方面是尹熙政府对外战略调整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华盛顿早已写好的剧本内容 在美日韩戴维英峰会之后 感觉备受重视的首尔 显然在三国友谊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 尽管这种满足感 是以韩国切身利益和推动 东北亚阵营对抗为代价的 首尔的自我感受和外界 甚至包括韩国社会的看法 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这是他需要去修正的 首尔需要真正花心思的 不是怎么去给中日韩三国排序 而是如何让韩国真正融入地区和平 与稳定的大潮 别让自己看起来越来越像个不确定因素 至少目前我们有很多理由怀疑 韩国从过去在美国同盟体系里 相对独立平衡的角色 正转变成美国在东北亚 围堵中国的前哨 在这种情况下 尤其当韩国特别强调与日本的亲密关系时 中日韩三国的格局也可能出现失衡 这应该引起韩方的重视 尹锡悦这次说 最近由于韩日关系改善 韩美日三国开启了合作新篇章 这个所谓的新篇章对不同国家的意味是完全不同的 韩国正担任中日韩合作的主席国 中方一直很支持韩方为推动三方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尹锡悦说韩方将为激活中日韩三边合作而竭尽全力 若三国间的合作重新焕发活力 东盟与中日韩十加三之间的合作也将被注入更大的动力 我们希望韩国能把这些话真正落到实处 并对大家一律担心的一些问题有所回应